大家好,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近来热播《山河明月》这部电视剧 让观众重温明朝历史 关注到那阶段人物 很多人惊讶地发现太子朱镖能力似乎很大 如果朱镖没有去世 可能朱棣不敢起兵造反 明朝的历史发展可能与书本记载也不一样 那么,很多人都很纳闷 朱镖到底有何魅力 让朱棣不敢如此造次呢? 今天分享为什么无人敢跟朱镖争太子 欢迎给我一圈三连,圈出有用 坦率来讲,他应该是最有权力太子 背后的能量是众多皇子心生忌惮 不敢有所行动 首先聊聊朱元璋对儿子的扶持 看明朝电视剧关于朱镖剧情 不难看出,朱元璋对于长子十分信任 给予他很大的权利 无论是朝堂上还是私底下 这两个人说话都很放松 如果不是绝对的相信 这父子二人相处不至于那么放松 朱镖当了二十多年的太子 父亲鼎盛时期就能任职监国 朝中上下对他没有不满 兄弟们心甘情愿听他差遣 过去历朝历代 皇帝出于各种原因 考虑都会册封太子 事实上皇上与太子之间 本身关系就有些微妙 与普通父子并不一样 虽然帝王心中明白 未来要把椅子这个位置给太子 但是不会轻易放弃权力 内心有自己的小九九 生怕太子手中有兵权 担心会威胁本身地位 不客气的来讲太子 应该是职场最难当的角色 似乎周边全都是敌人 干不好就会被废 知名度最厉害的就是 康熙、盛平曾两次废除太子 闹到他们剑拔弩张的地步 至于唐朝玄武门事变是一个父子失败的例子 为了地位闹得是不可开交 追踪溯源 始作俑者为唐高祖李渊 他心中明白坐上地位 很大程度得益于儿子们的支持 长子、次子、能力很强 这让李渊心中很忌惮 如果不是他一味纵容 兄弟争斗,不至于失衡 朱镖太子之位坐得如此稳 原因背后有很大靠山 若非没有朱元璋在背后支持 他不会有那么大威信 朝廷上没有人敢针对太子 在朝廷上他发言 因为有皇上看重 朝中众臣其他兄弟也不敢吱声 确定他在朝中的地位 那我们再来聊聊他本身的先天优势 古代不少太子虽然被策立 但是有一个劣势 就是不是敌长子 琅琊榜中良帝立长子当太子 主要是宠爱岳贵妃缘故 并非多有贤能 因此兄弟对他并不很服气 欲望想要将其拉下马 这些劣势在朱镖身上不存在 没有给别人落下把柄 古代有嫡长子继承制度 太子为皇后所生 而朱镖为朱元璋和马皇后的长子 夫妻二人是患难夫妻 彼此感情十分要好 外人看朱元璋是一个九五之尊 内心来讲就是个普通男人 自然想要心爱的女人生的儿子当太子 因此对于朱镖教育 那是最舍得投资的 给他请的老师都是顶尖级别 生怕耽误孩子发展 不少父母为了教育好孩子 真的很舍得花钱 从朱镖一开始出生 朱元璋就已经有盘算 从小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 按照皇帝的标准培养他 很早他就有意培养朱镖威信 很早就立他为接班人 22岁就让他管理朝政 对于太子朱元璋很早就放权 过去虽然说太子可以兼国 但是大部分受制于皇帝 但是朱镖凭借着出众的能力 让父亲彻底放下心 他很早就学习管理朝政 接受儒家教育 自己同样很努力 确实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还有他情商很高 与朱元璋相处很融洽 不会对他产生反感心理 包括还让他调动军权 另外从江山角度来考虑 太子几乎算是明朝二把手 还有朝政兄弟的认可 太子朱镖符合大家心目中未来的皇帝 如果他接班 不用担心被杀 古人常说半君如半虎 生死就那么一瞬间 有句话 玄武门前风影乱 灵烟阁上晚云收 过去朱元璋外出打江山时 朱镖在南京城负责处理朝政 政治上处理是非常老道 关键是给父亲撑起一个大后方 经过长时间相处 大臣们都认为他贤能 军中有徐达 蓝玉等高级将领支持 另外 前朝文臣也很认可这个主标 和各方势力处得不错 另外还有一点 太子以仁孝治天下 但并不是一个窝囊费 相反他有主见 如果朱元璋做的不对的地方 也敢于跟朱元璋顶嘴 包括阻拦父亲杀大臣 虽然大部分没有成功 足以让朝臣很感激 不用担心像他老子那样 有些棘手的事情交给太子来处理 还能避免和朱元璋直接的对抗 不用担心被处斩 古往今来 太子担心兄弟们抢夺自己的位置 因此对其他皇子很排斥 但是朱标不会这么想排斥兄弟 相反 他对兄弟们都很好 并没有仗势其人 《山河明月》中 朱标善待兄弟 在历史上确实有真事 自然得到兄弟们认可 其他人犯错 他都会帮忙求情 这让兄弟们很服气 不用担心日后被秋后算账 因此获得众多皇子支持 古人常说 得民心者得天下 有人就算是起兵造反 只要百姓支持 没有太大的问题 李世民当年发动玄武门事变 明明是大逆不道 但是过度很顺利 原因就是百姓支持 在民间享有很大的威信 足以让他顺利登基 没有受到太大的限制 看一下朱棣起兵造反 足足消耗四年时间 很大程度上就是明不正言不顺 大臣一开始对他并不顺气 自然有人反对他 但在朱镖身上并不明显 除了获得父亲大臣的支持之外 还有一个百姓们支持 老百姓很认可朱镖这个人 相对于朱元璋的残酷来说 这太子在百姓心中 口碑大家一直觉得他是仁义之君 在众多皇子当中 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取代他 朱元璋很早为太子选好班底 如果不是朱镖去世 这个班子就能用上 无论是在朱元璋还是旁人心目中 这太子朱镖基本上是下一任皇帝的不二人选 除非哪个皇子想不开 否则非要去跟朱镖竞争 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有这么一个能量强大的皇子 原本是一件好事,奈何上天不给明朝机会 让他早早去世 否则明朝命运可能要改写 就不会有静难之一 我是洋堂主,关注我,期期都精彩